明牌上夾着银色娃娃 站在日本街头自拍 世界球后戴姿影 在冬奥赛场替台湾夺得银牌 赛后首度曝星声 坦言自己本来连牌都不想看一眼 但转念一想 这一切是多么不容易 有多少人的帮忙 才可以得到正面奖牌 小袋说尽力了就没有遗憾 行李箱装得满满满 有日本特有小礼盒以及保温杯 还有各式各样礼品 小袋感谢在日本这段期间 受到很多人照顾 最后也提到 多了八十万人来追踪 让他很不习惯 喊话可以有比赛再来追 即使小袋这一战失败 也不影响他世界球后的宝座 目前的话 如果再加上去的话 应该是不会影响 因为其实相差只有两千分而已 就是奥运的金牌和银牌 但是他们现在两者落差 是在六千八百一十分 因为这个六千八百一十分 不是一个很很很短距离很短的 一个分数的一个差距这样 目前世界雨连截至到八月三号的积分数据 代字引人排名第一 积分高达十万七千八百七十五分 陈雨菲位居第二 积分十万一千零六十五分 两人相差六千八百一十分 而奥运金牌积分会增加一万三千分 银牌少金牌两千分 即使更新数据后 小袋人远胜过陈雨菲 小袋在东奥夺赢目前生涯赌缺市井赛奖牌 如果小袋之后要再立拼拿到市井赛冠军 他依旧能稳坐 从小名气就蛮大的 然后所以其实他的同侪也是有把他当偶像 羽球天才少女戴之影 从小就是体育名人 戴爸爸回顾他过去的国际比赛 认为最重要的一场是在二零一零年 他带着当时年仅十六岁的小戴 去新加坡参加比赛 本来谁都不看好 小袋在国际比赛能赢 却没料到他打了一场又一场 比赛期间还刚好遇上了他的生日 这场二零一零年新加坡超级系列赛 戴自影决战印度选手 尽管囤败拿到第二名 但这场比赛对小袋来说 就是迈向球后的重要起点 二零一六香港超级系列赛 他也跟新加坡参加冠军 要上世界排名第一 二零一零年新加坡超级系列赛 到现在已经过了十一年 当年到底是谁缺席比赛 戴爸爸已经不记得了 协会方面也很难追溯 但是如果没有他 小戴的羽球之路 或许不会那么早奠定信息 迈向球后巅峰 三零雄 胡思音 何振峰 高雄报道 同居